允许我钱摸一下 200块的也可以清晶 千块的也可以清晶 那为什么 我要去买那1000块啊 900 嗨 我是可恩 Acer 电脑你们没有用过 但是你们一定知道 那你们懂不懂 Acer 其实也有出空气清晶机 而且很好用一下哦 Acer PurePro P2 AirBelifier 开门 你们请我钱摸一下 所以Acer一直以来 都是出笔电啊 电脑啊 monitor之间你们都懂咯 但其实它是有一个家电品牌 叫做Acer Pure 而我隔壁这一台 就是Acer Pure品牌里面的 Pro系列 就是空气清晶机 其他有Cozy系列的 就是风扇 还有酷系列 就是风扇加清晶机二合一的 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了 整个产品线之后 接下来我就会分成 外形 槽不槽 构立方式 覆盖范围 这几个部分来讲 最后再来一个过滤大挑战 让你们感受一下 它到底顶不顶 321 走起 Acer PurePro P2R形状 就是一个圆筒形 配一个雾面白色的MAT-Y 整体走的风格就是很Muji 简约风 minimalist的那一种 OK 现在我们来开G 它的button就在上面 边边这边 按一下 Di OK 开G了 现在已经 这边有一个圆形小小的LCD screen 可以看到现在是什么Mode 空气指数等等 这点我要称赞一下 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空气清晶机 它只是秀颜色 它是没有秀树木质的 所以我只知道空气是不好 但是我又不懂有几不好 那Acer PurePro P2 它不只秀颜色 它还秀买树木质的这点 Good 其他的button就是超Lock 按住3秒之后就Lock了 接下来如果有小朋友 Longer按 也不会有反应的 除非你在长按 Unlock它 下面这点东东 一看就懂 吸入张空气 上面这个三纸形状的 就是出风口 这里会出新鲜空气 中间一个Acer Pure的字 它整个设计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你一看 你就觉得明白 你就会用的那种 那盒子一set来 其实是有这个东西 Remote Control 小小个的 就是说你不用走到它的面前去按 你可以这样子 懒人如我必备 而且重点咯 你不用的时候 是可以Dock在身上的 Dock在哪里咧 看到这个吗 登登 戴在这边 看吧 怎么都不掉 所以怎样只要它开工了 看颜色灯就懂了 青色 空气GoodGood 黄色 开始No good 粉红色 Very bad 一台24小时都要开这个Machine 它一定不能吵的 因为会很烦 那这边就给大家听一下 Acer Pure Pro P2 它工作的时候的声音 到底有几大声 对它现在已经开着了 你们有听到声音吗 是不是很安静 它只有25dB 我觉得我手机震 还比它大声 它一共有四挡风 1 2 3 还有一个Turbo Mode 现在给你们听一下最低风的声音 再给你们听一下 Turbo Mode的声音 再给你们听一下 再给你们听一下 那如果你是懒惰set的话 你按Smart就可以了 Smart的功能呢 就是它会自动根据空气质量 去转换风速 因为我这个月的电表还没有出来 而且我也不会单单算一个空气清晶机 到底用多少电量 不过 Acer Pure Pro P2 它采用低系直流马达 这个马达功能 就是可以让你耗电量低 又同时维持高效率的进化 从这好的空气清晶机 不是 是好的品牌 它在生产任何产品 都会很注重环保这一点 它就会尽量做到省电 因为省电就等于环保 现在Apple就一直鼓励 recycle材质 而Acer 算是我心目中 讲究环保的科技品牌 No.1 它们很夸张 不只是空气清晶机 它们还出了好几款Laptop 都是讲环保的 包装机身 都是讲这 recycle environment friendly 可想而止吃电这一点 你们根本就不用担心了 整个空气清晶机 其实100块的也可以清晶 200块的也可以清晶 1000块的也可以清晶 这样为什么 我要去买那1000块了勒 其实差别就在于当中 它的过滤方式 跟它的过滤技术 嘿嘿 Acer Pure Pro P2 它用的就是4合1的 HEPA滤网 第一层就是 prefilter前置滤网 它可以抵挡毛发 灰尘 宠物毛等等 比较大颗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 第二层 HEPA Plus 抗病菌涂层 它可以去除空气中 99%的细菌 而且它还可以对抗 大于99%的流行性病毒 比如H1M1 跟冠状病毒 总结来讲 就是它可以把不好的东西 都过滤掉就对了 第三层就是 HEPA滤网 但是这里要讲 它不是普通的HEPA 它是HEPA 13滤网 可以消除导致过敏源的 PM2.5 PM1.0 跟99.97%的 0.3微米旋佛为例 重点啊 这层HEPA 13滤网 它还要结合第四层 活性碳除臭滤网 这层滤网 就是拿来消除那种 甲醛啊 烟味啊 P味啊 男人味啊 还有 C味 爱你 任何有害气体就对了 而且要根据Acer 当初讲明的卖点 这台Acer PurePol P2 它是可以释放出 千万个高浓度的负离子 可以用很快的速度 去进化家里面的有害气体 比如说PM1.0 PM2.5 这种悬浮微粒 靠的就是后面的这个 一栋栋的感应器啦 这个就是专门感应 悬浮力跟VOCS气体的Sensor 只要它一detail到 任何的有害气体 它就马上开工了的 算是一个比较智能的进化功能 那这个Size的空气清净机 它到底可以覆盖多大范围咧 它是可以每小时进化 324立方米 你们听得明白吗 我已经明白 反正意思就是Soled 这台Acer Purple P2 它适合放在500方尺的一个空间 那我现在整个Studio 大概700方尺嘛 但是各开两个部分 所以单单这个Area算的话 是500方尺 是OK的 那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 我会把它放在睡房 因为睡房大概也就500方尺左右 而且睡觉哦 一天就占了我8个小时 而且我早上起床 如果空气不好啦 我手机直接打气的那种 所以对睡房 一台智能的空气清净机 那你可能只是按下button用下remote的 它讲的有app的嘛 而且Acer哦 它专生产电子产品的嘛 讲会没有app咧 它的app叫做Acer Pure Life 里面是可以连接任何Acer Pure的产品 打开这个app就可以很明显看到空气指数 看到吗 青色 就代表good 点进去还可以看到今天还是昨天的空气质量 这边的话就好像remote control这样子用 可以调风速 这个是diamond slip mode chow lock 还有开关 这个呢就可以set时间 你几时要开几时要关这样子 按setting这边还可以看到filter的寿命 100% good OK这个就是开关 OK就是这样没有了 好啦基本功能大家都已经懂了 现在我们这期实测时间 OK第一个实验就是82年的火柴 现在它的这个指数是12 青色属于非常良好的 OK我们现在就来 看看它到底可以用多长的时间去净化它 诶 注意啊 差一点烧到手下到哦 诶 现在上到999是怎样 它已经其实是超过1000了的 现在就是非常快速的下降中 它就是慢慢在净化的意思 啊你看到那个颜色哦 你看到那个PM2.5的字 颜色已经变得粉红色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very bad的空气状况 它要掉到黄色才会比较好一点 青色是最好 而且随着它的那个指数越来越高 它的分音会变大 因为它在用turbo mode 去净化它 所以说35以下就开始变黄色了 黄色就是说中等 诶 声音直接变小声去了 因为它到黄色它的风速就变小了 我现在是smart的状态就是auto OK刚才我们试了火柴 现在第二个实测就是这个 电子烟 OK 这边鼓励大家不要抽烟 我们现在只是做实测罢了 姐姐是不抽烟的 OK 等一下我们叫ACAN demo 如果我家里面有人吸烟的话 这个东西都被我们吸进体内的 这样我们就看一下烟到底有多严重 OK ACANize demo一下 OK 现在上面的number是22啊 属于黄色的 好期待哦 我家里面上到多少 属于黄色的 OK 我刚才看到它maximum 最高是上到900的 然后它现在就飞快的下降中 然后你要注意颜色 现在还是红色 只要是35以上的都是红色 35以上就是代表不好了 我发现它进化速度算是挺快的 它刚才我们从900到现在 90 70多的话 也是用了差不多1分钟左右 对不对 你完全就是看到那个数目字哦 50 49 48这样子慢慢下了 你就知道那个 你完完全全可以很清楚的 知道它空气指数到底在哪里 这个就是有screen的好处 所以看到这边的你咧 我知道你们一定有东西要问我了 空气清净机是不是一定要有 真的有必要要买吗 我告诉你 有 还要是非常有那种 因为空气里面真的是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那种细菌啊 灰尘是我们看不到的 你们不要以为肉眼看不到 就没有 像是我真是非常神通感受 我鼻子是很敏感的 我知道一点点东西 我就打气了 像是我甘梦是没有空气清净机的 然后我们每一年我回去的时候 会拜神啊 装箱啊 会有很多邻居过来的 我跟你讲 我真是会 阿气到不要不要那种 所以对我来说空气清净机是很重要一下的 它不是什么智商 所以它真的有它存在的意义的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因为一天一个人睡觉最少都8个小时嘛 而且我听说美国CDC那边也有讲 增加新鲜空气的流通 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冰毒传播率 而这一台Acer Pure Pro P2哦 最有力让我去买的原因哦 就是安全性这一点 加上Acer这个品牌呢 是有品质保证的 电脑啊 Laptop啊 也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这样家电品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有什么问题哦 你们也可以及时找到各种粉店啊 外形方面也不错 而且价钱也没有像到Dyson这样贵 所以我个人是蛮推荐的 那这一台Acer Pure Pro P2它的价钱就是1299 还有一款叫做Acer Pure Cool C2 它的功能跟这一台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它上面找到一个360度的循环风扇 所以如果你是有风扇的需求的话 你们可以选那一个 那个价钱就是1599 Acer eStore Acer的Shopee官网都是可以买到啦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爱你